国家质检总局20日发布公告 节日起允许美国牛肉抒华 此举代表着4月习特会之后 中美两国百日经贸计划成果 是得到了初步的落实 中国是成长潜力最大的 美国牛肉的海外市场了 华盛顿方面一直也都在 设法寻求突破口 开放美国牛肉的进口 是4月上旬 海湖庄园习特会之后 达成的百日经贸计划的一环 旨在调节两国的贸易失衡 稳定双边贸易关系 那5月中美联合生命的内容当中 除了美国牛肉 还涵盖到了其他的农产品 能源 金融等领域 以期来扫清美国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 好 曼可 其实在回想14年之前 因为这个蜂牛病的问题 所以这个美国的牛肉 是被禁止在这个中国餐桌上出现 因为这个中国方面就出了一道禁令 但时隔14年之后 现在又重新允许开放了 说可以重新回到中国的这个餐桌之上 其实从这个美国牛肉这一方面来看 是一个中美关系 尤其是经贸关系的一个缩影 和重新的建立 那你怎么来看 因为在之前我们一直知道 这个特朗普无论是从竞选的时候 还是刚刚出任总统的时候 都是说我要对这个中国进行贸易战 那是否代表其实现在这个 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 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呢 我看现在他是挺忙的 很多事情在他们美国本土需要处理 没有时间做太多的事情 还有经过过去我们看这个领导人会议以后 我看应该这个关系应该挺好 能够把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也是能够做合作 过去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他说我们需要战争什么的 反过来可能是一半做生意的人 他们一些手段 有可能就说我跟你什么什么 但是最后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共识的时候 现在我看是既然的情况 这个均衡状态 起码能够维持我看一年多 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方面 他们在他们国内也有很多很多问题 我看这个特朗普现在肯定是非常非常忙 顾不过来了是吧 所以还不如跟这个中美搞好关系 这个经贸合作一旦好的话 就对双方都是比较有利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说 因为在这个昨天阿里巴巴也是在美国的底特律 就举办了一场关系中小型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论坛 也是广受外界的好评的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当中 其实美国是处于一个利益顺差的地位 那就导致只有少数的大型的企业可以获益 相反这些中小型企业可以说他们的会议感是比较的少的 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 所以接下来来看的话是否代表在中美的经贸关系当中 反而这些中小型企业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对 其实也许这个角度是为什么我们看特朗普在选举以后 他尝试做一点点的事情 因为他能够争取这个选票 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在美国本土可以创作一些周业的机会 还有是需要重新让美国的企业回来 我看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考虑点 现在我们看其实在过去很多年 美国企业特别是一些最有品牌的 他们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的问题 可以做这个议价的能力肯定是非常好 但是对创作周业方面来说也许不是特别好 因为他们在这个成本的效益方面特别关注 反过来可能是中小型的这个企业方面 能够跟中国有更多的这个合作 我看现在你说的这个突破点应该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来说这个美国的经济 因为现在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的这个 究竟是复苏了还是越来越差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是分歧比较大一些的 因为我们看到确实在最近公布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 比较的平平一些 那么也有就认为说如果这个美联储急于加息 其实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个美国的经济进一步的衰退 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话必须要这个加息到300多点 还有这个步伐一定要是一年当中有四次 那么到了2019年的中旬的时候才可以达到3% 那您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我看美联储现在他们做的这个事情 在6月份他们开会以后决定加息 基本上我看这个今年以内能够加息上次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个也是年初开始的时候 已经从这个局方跟市场方面沟通以后的这个结果 很多人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需要加息那么快速呢 我看因为在过去几年 其实从2013年波兰克已经做这个预告 然后告诉我们有可能去退市 然后去慢慢加息 其实现在已经在做 但是为什么做得那么慢呢 其实跟这个系统性的风险有关 如果说加息很快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资产价格往下跌 成为一个很大的这个危机的时候 反过来是对他们是冒倒忙的 我看现在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是把这个资产负债表慢慢收窄 这收窄的这个也许 现在需要做一些沟通 让大部分的人觉得 现在还是真的是时候了 我看未来的这个局方肯定需要做更加快速的 这个收紧这个货币政策 才能够符合作为这个正常化的这个手段 以前在非常时期 我们做一些非常的手段 现在是慢慢回复正常的时间里面 我们需要正常的这个货币政策 我们看这个失业率 百分之四点几 肯定是很低很低 还有这个通降预期 过去两个这个中央银行 他们做这个伯朗可 现在耶伦 他们也是同意 现在有这个通降预期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要我们看这个中长期的 中长期的这个趋势没有改变的时候 短期一些数据呢 其实不太影响 所以我看未来 我是比较乐观一点点 我觉得每一个季度 有起码有一致的这个加息 还有在年末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收拽这个资产负债表 我看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 对 你有提到说这个缩表 也就是代表说在今年的时候 美联储其实已经暗示说 市场会进行加息和缩表 会有一个同步的一个方案 但是我们来想 如果是同时这两个都有进行的话 就对于很多新兴市场来说 会面临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如果是他们的外汇储备 并不足够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导致 他们的货币会崩盘呢 肯定有这个机会 现在要处理的是 把握怎么这个美联储方面 跟市场投机人 他们做这个沟通 如果能够提早做这个沟通 然后我们比较接受的时候 真的去做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现在我看一般来说 还不能够完全决定 现在的步伐是不是太坏 真的要开始以后 我们才能够知道 但是肯定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你基金慢慢从 赞券市场里面流出来 然后慢慢重新回到 这个股票市场 但是中间可能是有一些震荡 可能是有一些危机 这个危机你刚才说的非常非常对 也就是新兴市场里面 他们这个财政能力 或者是这个外汇储备 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他们就肯定是有影响 所以我看现在一个方面 是美国需要慢慢 把这个货币政策收紧 另外一个方面 同样强大的中国的经济 也是需要慢慢收紧 这个货币政策 我看这个是一个均衡状态 两个方面同步在做 其他的地方 如果他们真的 有什么疑问的时候 可能就是从今年到明年的时候 一些金融危机的这个可能性了 那有没有可能对美股会有影响呢 肯定是有影响 我们看在年初开始 尽管我们看大部分的美国企业 赚钱肯定是没问题 这个科技品牌还是挺好的 但是慢慢我们看这个 从机构投机界 基金流动的角度 已经把这个基金从美国股市 然后跑进去欧洲的股市 还有一些可能是到港股去 那我看这个是一个 现在看得出来的 其实毕竟他们在过去几年 已经提早去做 刚才说这个战券市场 流出来的这个动作 现在有一些获利回吐 没有什么大的疑问 但是如果说有这个 系统性的风险的时候 我看美股可能有一些增大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 没有什么的问题 还是信息市场问题 比较大一点点 好的 谢谢曼克斗分析 好的 我们今天要来商店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涂国斌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请浏览 Yuan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